郭兵同志 今天是大年初一 你们仍坚守岗位 担负巡逻之行任务 你们辛苦了 我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向同志们 自以吉日的问候 和崇高的敬意 谢谢组织冠军 我们一定要在战事宿舍 将军完成任务 让组织冠军 谢谢同志们 在战事宿舍 胡锦涛同围拢在身边的战事 交谈起来 问到部队服役的时间 问节日生活的安排 昨天年夜饭吃得怎么样 好 几菜一趟 十菜一趟 胡锦涛还关切地问起 他们家里的情况 得知几名战士嘉疆 这次也遭了灾 胡锦涛请转达 他对他们亲人的问候和祝福 胡锦涛走进部队食堂 一边观看吹石班战事操作 一边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饭菜 让大家吃饱吃好 见一些战士正在食堂帮厨包饺子 胡锦涛也坐下来包了起来 军委主席和士兵们热热闹闹地包着饺子 屋里传出阵阵笑声 临行时 胡锦涛对官兵们说 希望同志们在新的一年里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不断加强部队全面建设 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 不断增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 履行职责的能力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做出新的贡献 节庆假日往往是环卫工人最忙碌的时候 总书记专门来到南宁市青秀区金浦垃圾中转站 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持工作的这些普通劳动者 总书记深情地对在场的环卫工人们说 我们经常讲环卫工人是诚实的美人士 没有你们的新型劳动 就没有我们城市的这样一个清洁的环境 因此环卫工人的劳动啊 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谢谢 一个清洁城市的一个良好的环境 也要靠啊 广大市民共同来的 对 对 只有这样的话啊 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城市啊 更加美丽 更加美丽 我也向你们的家人啊 表示问候 谢谢 胡锦涛多次强调 宝宫店是抗灾救灾的重中之重 初一下午 他特意来到南方电网公司所守的 广西电网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情况 公司调度室巨大的电子屏幕上 显现了南方电网和广西电网的运行状况 胡锦涛认真观看 详细询问雨雪冰冻灾害中南方电网受损 和电力供应恢复情况 得知 经过广大电力职工的顽强拼搏 目前已有近60%的故障线路恢复运行 88个县已全部或部分恢复电网供电 实现了强险保电的阶段性目标 总书记对电力职工们说 今天是大年初一 同志们都坚守岗位 我看了以后我也非常感动 向同志们拜年 希望同志们继续发扬 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 讲求科学 注意安全 出事地完成 苏联线路的重建任务 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保证管达人民群众对电力的需要 胡锦涛指出 灾区经济社会能不能恢复正常运行 关键在电力 第一步是尽快抢通受损的输电线路 第二步是确保抢通后的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第三步是针对这次灾害中发现的问题 完善电网建设 从而更好地保证国民经济的需要 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随后 胡锦涛又来到南宁市邮件处理中心 这个中心去年共处理平行3.7一件 日均处理量超过100万件 在中心宽敞的作业区 只见一封封信件 经过现代化的自动分检机 很快按投地方向分检开来 总书记饶有兴致的观看 不时询问有关情况 他还到商业信函封装室 包裹封发区等 同正在加班的干部职工亲切握手 给他们拜年 胡锦涛说 邮政事业关系到千家万户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这场雨雪冰冻灾害面前 邮政职工迎难而上 奋力拼搏 克服了种种困难 保持了游路基本畅通 我们要更好的发展游政事业 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游政服务 地处广西西部的百色市 是著名的百色起义发生地 红旗军诞生地 胡锦涛一直十分关心 革命老区的发展 六年前到广西考察工作时 他就曾赴百色调研 今年正月初二又专门来到这里 百色市又江区 阳区镇平区村下平屯 使壮族群众聚居的村落 胡锦涛到百色后驱车前往这个村 壮族姑娘按照传统修俗 向远道而来的总书记献上绣球 壮族村民为祖生家 贴上了红春帘 挂起了红灯笼 胡锦涛走到他家门口 热情的主人用壮族的迎客风俗 向总书记敬上一碗米酒 胡锦涛接过酒碗 高兴得一饮而尽 胡锦涛同维祖生一家人 促膝而作 话题一个个展开 家里有几亩地 房子哪一年修的 退更还林 政府给了多少补贴 去年一家收入多少 新的一年里有什么致富打算 维祖生说 这几年孩子们都外出打工了 加上家里再搞点农副业生产 一年下来能有三万多元的收入 胡锦涛说 我来看到你们啊 日子又过于红火 我也感觉非常的高兴 我要告诉乡亲们的呢 就是在新的一年里边 中央还会继续加大制农 会农政策的力度 特别是还会继续支持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让我们各族农民兄弟啊 都能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下平臣的路边 一些壮族妇女正在访线之壮景 胡锦涛兴致勃勃地走过去 也亲自动手访起县来 支起无才的壮景 总书记与壮族群众真情交融 引来一阵阵热烈掌声 关快的山歌又一次在这个壮族村屯里唱响 这几年 摆设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 离开下平臣 胡锦涛又来到附近的摆设水利枢纽考察 六年前这里还是热火朝天的施工工地 如今这个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 已全面投入运行 胡锦涛登上大坝 向有关负责人询问这个枢纽的功能和效益 听说这个工程不但能发电 还可使南宁市和右江河段的防洪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 对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也有明显效益 总书记赞设的点点头 在发电厂房电站中控室 胡锦涛亲切慰问了节日期间仍在工作的干部职工 勉励大家继续努力 为促进革命老区又好又快发展 在百色期间 胡锦涛瞻仰了百色奇异纪念馆 向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塑像敬献了花篮 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业 纪念馆中 来自附近红军村的20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的亲属 唱起了红军红又红 工农兵联合起来等 铿腔有力的红军歌曲 寄托对亲人的思念 胡锦涛被这充满激情的歌声所感染 同大家一起唱了起来 满东已行 共同兵 远落起来 向前进 散应敌人 胡锦涛说 今天我们赞仰了百色奇异的纪念馆 刚才又听了大家 唱的红军歌曲 很受感动 79年前 就是在白色这一片红色的土地上 小平同志等老一辈的革命家 成功地发动了百色起义 创立了左右江的革命根据地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 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对于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级 对于你们的亲人 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历史性的贡献 党 政府和人民 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回顾历史 缅怀先例 就是要继承 弘扬光荣的革命传统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 把邓小平同志 热热闹闹的场面 看阳戏赏民俗绝活 浓浓的年味 给民众增添了红红火火的新春气息 今年北京地毯庙会 龙台庙会都热闹非凡 唐山皮影 山东围方年画 气势威严的旺青祭地表演 京腔今运的民俗曲艺 手艺绝活 都让游客们充分领略了民俗文 澳亚卫视报道 我们说现在的通讯技术非常的发达 大家要传递祝福都会用手机来传短信 光是在除夕那一天 全国一共发送了45亿封短信 算一算中国有13亿人口 平均每个人大概发了3.4封短信 统计数字显示 今年除夕当天 全国短信的发送量超过45亿条 其中中国移动用户发送超过30亿条 联通用户发送15亿条 爆竹深深辞就岁 除夕之夜人们仍放鞭炮来迎接数年的到来 北京市的未还工人 仅在除夕之夜就清扫出了50多顿的爆竹皮 从7号开始 国家图书馆全面减收收费项目 包括取消读者卡公本费 年度验证费 自习式使用费等等 除了凭身份证进到国家图书馆是免费看书之外 国家图书馆对残疾人士免收上网费 铁路部门预计 从正月初三开始 春运客流将逐步回升 正月初六初七将达到客流高峰 铁路部门已经提前做好运能安排 并将根据客流高峰情况 适时灵活加开临时旅客列车 今天大年初二有非常多的市民 选择去逛游乐园或者是庙会 用这种方式来体会新年的气氛 大年初二 各个的朋友选择了和家人一起外出游玩 初二的北京天气依然晴好 与年三十和初一相比 德国柏林中央火车站内张灯结彩 到处都洋溢着浓浓的中国味 精彩的杂技表演 戏剧演出和川剧变脸等绝活 让德国观众体会了一把中国农历新年的喜庆气氛 美国纽约的标志性建筑帝国大厦 在大年初一的晚上举行点灯仪式 庆祝春节 象征着吉祥富足的红黄两色彩灯 将纽约的夜空点亮 给旅居海外的华人送去了新春的祝福 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中国国务院煤电油运和抢险抗灾应急指挥中心 在8号发布了13号公告 要求受灾地区要防范和应对雨雪冰冻灾害 所引发的环境污染事故 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报道 公告要求各级环保部门 要密切监测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水 和燃煤电厂二氧化硫的排放情况 防范大量使用溶雪剂以后 可能产生的水环境污染 各地要突出抓好饮用水原地 和居民集中居住区等 环境敏感区域的隐患排查 要实行区域联动 一旦发生跨界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距离最近的环保部门 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公告说各地要开展 对地质灾害一发地区 隐患点的监测监控和巡查 特别是对川行山区的 铁路公路沿线 水电设施周边 矿山委矿库坝 采石厂和城乡建设工地等 重点部位要加密监测的频度 好 这一时段中国新闻就是这样 感谢各位收看 再会